现在是越南时间6点3个字 那我现在呢已经是抵达这个宫东的这个小镇啦 那我今晚呢是住了一间民宿啦 然后这间民宿呢我跟你们说 超漂亮超漂亮的 哈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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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边的这边的民宿的人 非常非常的friendly OK 那我现在呢 要先出去走走吃个晚餐 然后 呃 现在是有点暗啦 然后明天才拍这个民宿给你们看吧 哦 我很少很少会对一间民宿呢 这么满意的 真的是超级超级漂亮的我跟你们讲 哦 而且他一个晚上哦 才19令吉 哇超便宜的 啊 他这边是有包这个 啊不是包啦 他这边是有这个晚餐跟早餐可以吃啦 但是 呃 今天呢就想要出去走走啦 哦 他的这间民宿呢 其实距离这个Gondom的市中心呢 还有大概五公里啦 哦 他其实呢是在这个呃 呃 大陆的旁边弯进来的一个小路隆啦 哦 我感觉这个地方哦 是蛮有feel的咧 哦 我可以在这里 应该会住上几天啦 啊 啊 那我今天的状况呢 其实也没有很好啦 我感觉我有一点点轻微的食物中毒了 哦 刚刚骑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气 所以这么迟才到这个民宿这里 哦 所以 嗯 我应该是决定在这里待多几天啦 前面就是大路啦 这个呢就是它的主要公路啦 哦 那沿着这个公路再走多大概五公里呢 就会抵达这个公东的市中心啦 哦 那在沿途上呢 它的旁边两旁呢 其实是有很多卖吃的 我刚刚一路起来的时候呢 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板米啦 啊 可能今天晚上分分钟又是吃板米啦 哦 就来走走看 这边有什么吃吧 看到了一个有卖这个超嘎的 那天我的朋友跟我说呢 超的意思呢 是粥啦 然后嘎呢 就是鸡啦 所以 这间呢 它应该是有卖鸡粥的啦 那 我进去 就来吃粥啦 我的肚子反正也不舒服 吃粥就最硬的啦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啦 一碗该西粥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越南吃粥 不知道它的味道怎样呢 那我还拿了一片这个超大片的这个饼啦 放这个芝麻的 感觉上是蛮好吃啦 哦 应该是配这个辣椒吃啦 好 那我就先开动了 刚刚的那碗鸡丝粥加那块饼呢 它的价格一共是三万五吨啦 它的鸡丝粥呢 有放一块猪血 还有两个内脏啦 那味道呢 我就觉得麻麻地罢了啦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鸡丝粥啦 那现在这个 呃 到晚上的时候呢 这条街呢 其实很多店都关了 吃东西的地方呢 只有傍晚的时候很多罢了 现在基本上是关到完啦 我是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卖这个饮料的啦 所以就 先买一杯饮料来结束今天吧 是想要喝奶茶啦 今天 好嘞 买好我的奶茶了 这样子一杯呢 是两万吨啦 那它这个当口呢 是卖蛮多饮料的啦 感觉呢 我应该会在这里待多几天啦 所以可以慢慢来喝 那这这条路上呢 这边呢 也没有什么东西看啦 所以现在我要回去我的民宿休息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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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